美国政府多部门将谴责中共盗取美国技术,就在特朗普总统周二,发推赞扬美中贸易谈判富有成效之际。 华盛顿邮报援引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准备在本周公布,有关北京持续窃取美国商业秘密和高级技术,以及介入机密的政府和公司电脑的指控。 其中,司法部将公布对于涉嫌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的黑客的指控华盛顿邮报说,这些黑客长期参与针对美国网络的间谍活动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计划公布原本机密的关于中国入侵美国网络的信息,并将对负责人进行制裁这则消息无疑给最近,飘忽不定的美中关系在天变数。 就在不久之前,加拿大在美国的要求,下代补了中国技术业界巨头华为公司现任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他被控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禁令。 美国希望加拿大方面将其引渡,而特朗普总统周二在推特上发文,但让美中贸易谈判富有成效,并对双方在3月1日之前的截止日期,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 感谢观看